你我親親 這家人 多少 帳本拿出來翻一翻 查看看 好啦 趕緊去 喂 師姐 師姐 師姐在說天花 你留一位好不好 好 多少 千多萬 怎麼沒辦法處理 喂 抱歉 是的 好啦 會處理的你先處理 剩下等我去再說 好 好 再見 阿德 我看你真是麻煩大了 成績竟然考倒數第二名 我看你怎麼拿給媽媽簽 放心 有爸簽就好了 你喔 媽 爸今天怎麼沒有回來 爸爸有打電話回來 他說他事情還沒有處理好 明天才會回來 糟了 妳 妳說什麼 妳也知道 喂 師姐 不好意思 我待會兒在打電話給妳 再見 不好意思 不是人家幫我拿去 剛才我不能關公司 我派一個元工去幫我頂火 不知道怎麼條件 跟人家說不好的樣子 那火一粒也會砸了我這些錢 師姐 妳如果要開公司 還要做主席 妳這樣怎麼會扛 那有要緊嗎 沒要緊 如果說我剛才在做慈濟的時候 我就比較煩惱 對 現在不然 現在我每天都做慈濟的事情 有能去公司看一看 這樣 不…不可以太煩惱 妳說我每天電到那麼多 說不可以幾個不可以 慈濟的事情 我一定早上去做 我上次有在說 說要先放下才會得到 捨得捨得 能捨才會得 不然妳知道 我現在都把公司 放給元工去管理 我那個元工也這麼厲害 我都沒有在公司 那公司這樣做得很好 照樣營運 這回不知道為什麼怎麼 怎麼處理成這樣 阿德想要知道 什麼方法可以不要讓他媽發現 他這次考試考得不好 阿德 這有什麼辦法好想的 就算妳考零分 還是要誠實地告訴媽媽 知道嗎 對啊 而且阿德 妳應該不是第一次 考這種分數吧 怎麼這次會 會鬧得不敢回家了呢 因為我都是給我爸爸 在考卷上面簽名 可是 他去出差沒有回來 我 我媽媽也不會那麼好講話的啦 完了啦 我講喔 妳回家之後就 妳幫我一下 妳回家之後 就跟媽媽這樣子講喔 媽 都是我媽 妳這麼關心我 我就不關心妳 妳這麼認真做詞技 我就一點都不認真 阿倫 妳講這麼常做什麼 小徐 妳有點耐心一點好不好 慢慢看嘛 就是說 慢慢看 繼續 媽 我不關心妳 是我的錯 我沒有認真做詞技 也是我的錯 我 我這一次考這種成績 也是我的錯啊 阿德 知錯能感最重要 媽不會怪妳的 真的好嗎 好 媽 我也不會讓妳失望的 從今天開始 我要立下一個志願 什麼志願 我 阿德 從今天這一次考試開始 就要一次考得比一次更好 好多少 不用太多喔 一次好 一分就好了 這 怎麼那麼少 比一分就好 每考一次 增加一分 考一百次 不要增加一百分了嗎 太好了 感恩阿倫哥哥 感恩 這樣才對啊 所以回去跟媽媽承認 她就不會發脾氣了 那我趕快回去告訴媽媽 趕快回去 拜拜 拜拜 媽 我要跟妳道歉 媽媽今天要跟師姑說話 妳去寫功課 事情實在很多 修業師姐 妳公司趕快要知道嗎 知道就知道 說那個完工 他自己也很自責 我現在也在考慮 到底是不是 要叫他做完美的工作 如果只說我叫他做完美的工作 他不再有自信 開公司實在很麻煩 阿倫就跟妳認錯了 阿倫 像妳說 參與這青青 一個人可以認錯 真的想得不簡單 媽 我要認錯 媽 我對不起妳 妳這麼認真做實際 又這麼關心我 可是 可是 我不夠關心妳 也沒有這麼認真做實際 可是 我這次考試的成績 考得很爛耶 我更錯 媽 妳不要擔心 我立下一個大願望 阿德 什麼大志願 我發現說 我每次考試的成績 一定會比上一次考得更好 那數要好多少 不必好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一分就好了 什麼 只有一分 每次考試成績 考一次就增加一分 考一百次就增加一百分了 所以我可以從零分開始努力 總有一天我一定會考一百分的 妳看看 這個是從哪裡學來的 阿倫哥哥教的 我家長是又變這麼聰明了 阿德回家的時候 有沒有跟妳講什麼 阿... 我們阿德 昨天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非常的有智慧 珍珍師姑 秀優師姐 Angela 大家早安 今天真的是風和色力 妳好雨花香耶 大記者阿倫 妳今天的精神特別好 對嗎 中獎了 沒有啦 秀優師姐我跟妳說 昨天我在書宣 非常用功 非常有效率 稿子一下子就通通寫完了 馬鐵先生 妳寫完啦 妳平常不是都在人家催的嗎 沒有啊 昨天 昨天我們不是遇到很多事情嗎 所以我就文思泉勇這樣 撥... 一下子稿子就彈出了 大記者阿倫 那我想請問妳一下 昨天妳碰到了什麼事情 妳可不可以說出來 讓我們分享 昨天 阿倫 秀優師姑都知道阿德演的戲 是妳教的 阿倫 師姐要感恩妳 感恩 妳真是菩薩遊戲人間 沒有啦 謝謝 對 現在都很好了 阿德已經轉煩惱為智慧了 妳好 我是記者春 喂 我知道 我早去出門時開的 我就說交代讓她去聽火 我知道 我知道那天火有料 我不是決定讓她去聽 對阿 嗯 沒關係啦 我相信妳這會 一定做得很精神 好啦 我已經決定了啦 妳們大家再給她一次機會嘛 好啦 我決定了就是這樣 好 再見 秀優師姐 嗯 我剛剛有聽珍珍師姑在講啊 妳真的還要跟那個人 去幫妳找火喔 嗯 這樣不好喔 嗯 怎麼不好 我覺得很好啊 千幾萬耶 沒關係 就像珍珍師姐說的 我們要知足 要感恩 要善解 要包容嘛 我有賺到錢 我當然也要知足啊 我那些人跟我的點子 這樣顧到這裡 妳怎麼好生 我當然要感恩啊 對不對 雖然說她這回做不到事情 但是她盡心盡力在做了 我一定要善解嘛 她怎麼做不到事情 是因為我叫她去的啊 那你說我要不要包容啊 要不然師姐 我覺得說 這種這麼重要的事情 不要交給人家 讓她來犯錯用啦 穿幾萬耶 這次就夠了啊 像說那位同仁 一定會再犯第二次的錯誤 我是覺得說 她犯一次錯誤 會變成她的貼婿 貼婿 貼婿 怎麼會不會 就像我們上人說的啊 普天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 所以我更確定 我這樣決定是沒有錯的 蛤 普天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 對啊 鄭先生 今天真的謝謝你 沒想到你們真的願意來幫忙 不要這麼說 大家都在幫忙 我們來不算什麼 對啦 我爸爸最尊心是要葬藝人 可是啊 做這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 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媽媽你每天都走三天 你太客氣了吧 這舉手之勞 舉手之勞 這幾個證就很重要了耶 鄭先生 有慧根 舉手之勞得個慧根 阿倫你很幽默 鄭先生 鄭先生 你也來幫忙啊 是我叫我爸爸一起來的喔 是啊 阿彬說 大家都要吃豆沙工 所以帶他一年來 鄭先生 真是謝謝你 有心就是福 感恩喔 對啊 我昨天遇到阿彬 我還叫他拜託他爸爸一起來 幫他滿師父整理回收物耶 等一下啊 他們真的願意來喔 謝謝 而且啊 他們說啊 要幫忙把這些 全部都整理完喔 謝謝 謝謝 厲害的不只是他們 我覺得小潔更厲害 又細心 然後又整潔 你看這整項都是他整理的啦 師父 最厲害了 開始了 阿倫 你們 你不要以為你這樣巴結我 不會幫你在書圈留你的特別位置 蛤 我說得太明顯了 對 好啊 那以後我自己早起 書圈一開門我就去站位子 好啊 等你啊 我們書圈每天早上十點開門 不准吃到 十點喔 不准吃到 師姐 昨天有聽到你跟阿德在唱歌耶 真的啊 我們家有個小扶哨 不但會做早餐 而且功課也很好喔 好 大家 早會一起來幫忙阿滿師姑耶 那我會一起來幫忙吧 好 乖 早就應該幫忙了 不然啊 都是阿滿師姑一個人在忙 對啊 大家很快就做完了嘛 對啦 快就做完了 好 阿倫 來跟你講一件事 那天我們是跟你說 我有一個員工嗎 因為呢 訂會訂都不好 所以費很多錢嘛 後來我讓他繼續做那份工作 你知道現在怎麼樣嗎 這一次啊 他去幫我訂貨 挑釁彈得很好 貨一進來 我就彈到了 真的喔 阿花怎麼跟你講話呢 我那時候一直在擔心說 我就太信任別人 就要自己都吃虧耶 沒有想到耶 不會啦 不會啦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啊 要是在我們公司早就被開除了 還要這麼寬容 我真的很佩服你們的慈禁人 爸 如果我考試沒考 你也要寬容我 喔 你叫你媽媽寬容你還差不多咧 你們很厲害喔 美女啊 多少工 很厲害喔 阿姨也不在家裡吃飯 從來也沒幫我做過家事 現在很有空喔 在這邊幫人家清垃圾 剛才是不是還在講我的壞話 沒有 哪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美女 沒有講你的壞話 我們大概是在說 做環保很好 對啊 環保很好啦 你們兩個 趕我回家啦 美女姐 不要這樣啦 大家都好處女 這樣快快樂樂開開心心 就 又在做很有意義的事情啊 對不對 這樣不好 對啊 美女姐 人多好辦事嘛 大家一起來做環保啊 要不要我分一點啊 分我一點是不是 謝謝你喔 你們愛做喔 你們自己在那邊做啊 你有本事喔 你今天晚上都通宵 不要跟我回來睡覺啦 好 美女姐 不然俊男哥 我看你去哪裡 趕快回去啦 沒啦 還有這麼多事情 我沒有幫忙要做完的啊 沒有關係 這個放著我們來做就好了 真的 現在太太不高興了 我跟妳講一句話 帶人退一步 愛人寬一寸 回去哄哄她就沒事了 對啦 對啦 去旁邊等一會兒 好 我們先回去沒關係 來…我們來… 我們來就好 我們來… 各位不好意思喔 謝謝啊 不好意思喔 各位拜拜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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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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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真是融化 什麼真是假的 所以我告訴你 人家說 紅花在樹上的時候 飆雪的時機好兆頭 這樣你的先生就不會外遇 還會很聽你的話 我今天有夠好運 看到這麼多紅花 我要來廟裡 拜拜 謝謝菩薩 美女 妳應該跟妳俊男說謝謝 俊男 阿咪有什麼關係 這麼漂亮的花都是她用的 美女 美女 聖先生早安 秀儀…早 美女 聽說妳要回娘家 妳不用跟我說 家裡要回娘家 我倒要回娘家 我是早上看到我們街上這麼漂亮 我出來逛逛而已啦 這樣喔 嗯